身体不舒服去医院看医生 以往理所当然的医疗模式 现在渴望被扭转 今天的模式是病毒 我们期待患者会出现 病毒或症状或症状 或在我的世界上 病毒或症状 经常有症状 我认为2050年 我们会比较健康的医疗比较症状 我认为医疗、医疗、医疗、医疗 医疗、医疗、医疗、医疗 医疗、医疗、医疗、医疗 我们现在有用的工具 要达成这一种预言加模式 所需要的工具 就是穿戴式健康监控设备 史丹佛的精准医学专家 就是头号白老鼠 过去13年以来 一共8种智慧穿戴装置上升 就是要了解 透过这些设备 能掌握多少身体变化 所以我每天使用8个器材 我的4个智能监督 我可以看到这里 我有一个磁锅 我常常用一个继续酮酮监控认 这是一个磁锅 我每天都能够认识 我每天都能够认识 史丹德综合基因 身上的微生物 还有长时间追踪的生物现象 把这些大数据交给人工智慧运算 甚至可以及时判断出使用者 是不是身体亮红灯 2020年这位史丹佛教授 就跟穿戴装置业者合作 要了解能不能透过智慧手表 提前发现感染新冠肺炎 提醒使用者尽快隔离 史丹德也用拼图来比喻目前的健康侦测 他说如果身体情况相当于1000片的拼图 目前的监测装置只能掌握5到6片拼图 未来渴望能检测到500到600片拼图 就能更好地掌握身体健康状况 对未来的医疗能带来革命性的发展 而且不只是人体本身的改变 就连人体随着环境的变化也能更拟着掌握 所以我们所建议的核心 可以测试淀测可能的吸引 由此叫做洋癌 目前得靠各种的穿戴装置 获得不同的数据 运算出现在的状况 未来就能靠一个简单的仪器 来获得各种数据 甚至可以精准预测 可能出现的疾病 医疗人员也能及时提供建议 做出调整 不但减少医疗成本 还能延长人类寿命 TV新闻 宋头报道